各位鄉親各位朋友,大家如宵節好 別想到過了幾天,我們花多同鄉會的 雲上春晚的反響會這麼好 我們本地橋下界的朋友,各個社會團體 同鄉會的朋友都給了很多積極的反饋給我們 大家都說我們走的是親民路線 好像在家人一樣一起過新年 雖然疫情的影響,我們無法相聚在一起 但一點都不影響我們鄉情悶悶的氣氛 大家的鼓勵聲一直都沒有斷過 其中有蒙特利爾華商會的主席張士加先生 鴻門文字黨的秘書長遠令奇先生 廣西同鄉會的謝祥廣先生 湖北同鄉會的郭俊先生 中山同鄉會的孫靜儀院士 廣西同鄉會的詹姆先生等等 除此之外,我們加拿大其他兩大城市 多倫多花都同鄉會、溫哥華花都同鄉會 香港澳門花園會館 英國、美國、法國、南美洲、巴拿馬 東南亞、新加坡 全球花都同鄉會的朋友都反映熱烈 給了我們很多鼓勵 在這裡,我要多謝你們的支持 還有一位我們花都重量級的鄉親 他是世界傑出華人之一的徐小明導演 徐小明導演的組織是我們花都新華鎮三華村 他無論是影視作品還是音樂作品 都一直在傳遞家國精神 傳遞正統華夏民族文化精神 徐小明導演演唱的《萬里徐城永不島》 《萬里徐城永不島》 當熟悉的旋律響起 我相信沒有幾個人不認識這首歌 至今全唱不須,風魔全國 徐小明導演今次看了我們花都的雲端春晚 都有話說 你們想不想聽他講什麼呢? 我非常高興,我看完了 大家的制心合力,在國外看到你們那些 華人的凝聚氣氛是非常之好的 客戶之人的氣氛是濃郁的 花都人在國外這麼團結,這是非常好事 因為你們一代一代在那邊已經落地山根 都希望能夠將我們中國的精神 將我們的花都精神在國外會發揚 能夠團結到鄉情,能夠將我們中國人的精神 一路延續下去,這是最好最好的事件 你們的下一代可能在那邊出生那些 一路受到西方教育 可能對於祖國的認識慢慢就會淡忘一些 是靠這些華僑方面大家的鄉情 大家的團結 將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等等一路延續下去 延續就是肯定 就是一方面的風種那些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最後他為我們海外的鄉親帶來一曲 魚耳吉祥 向我們海外的鄉親同胞拜年 向祖國的人民祝福 大家好,恭喜發財 我是香港徐曉明 我是這位中興的師 和大家身體健康,龍馬軍神 恭喜你 恭喜你 年年年年年替傷 天真好呼喚 恭喜你 由貴提安安, 主婦安省夜 恭喜國貴, 誇清過曉 身身安靠, 化開富貴情牆 恭喜貌子花, 引人樂牆 恭喜國貴美景, 誰已若此春花火 恭喜國貴, 幸福入堂, 喜喜羊羊 恭喜大家, 誰已情仰 大眾國貴, 根牆兵財, 滿堂, 隔停同所謀 各位大公文會的讀者朋友大家好 牛年已經來了, 希望我們共同祝福 所有我們的中國同胞, 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 同時祝我們的祖國, 范榮昌盛 在我們祖國領導之下, 我們全民努力, 擊退疫情 恭喜大家, 誰已若此春花火 恭喜大家, 財運到我 恭喜國貴美景, 誰已若此春花火 恭喜國貴, 誇福入堂, 喜喜羊羊 恭喜國貴, 誰已情長 大眾和氣, 身材吉祥, 滿堂, 天年紅所謀 今次我們花多同胞會第一次做節目 很多經驗和技術我們都知道是不夠的 很感恩得到你們這麼多的包容和鼓勵 我要在這裡最後代表我們花多同胞會的所有理事 和你們說一聲, 多謝! 好!